可陆利 好多粉丝推荐我做 正好前两天在北京尝试了一下 回家就搞 材料都已经准备好 搞一下 这个材料还挺简单的 他这么一个小玩意能卖十几二十 因为他的模具很贵 一个铜膜就要八九十 我买的是这种碳钢的 才二十多块钱 还可以做六个平民版的 新买回来的模具要给他开下膜 给他都抹上黄油 放进烤箱150度 空烤个五分钟 烤完的模具 把里边的油给他擦一下 等会就可以直接用了 第二步就是最关键的面糊 二十五克黄油 水浴加热法 给他加热融化 如果你家有微波炉 直接盯一下就好了 但我家没有 融化的黄油 我们稍微加一点牛奶 给他来搅和均匀 一个全蛋加一个蛋黄 加入七十五克白糖 快速搅拌到发白的状态 再把刚才那个混合液 少量多次的倒入 边倒边搅拌 到他这个完全乳化的状态 六十五克的低筋面粉 也加进去 搅拌至无可力 疯狂的搅拌 我希望我一次能成 剩的那些牛奶 给他边搅拌边加入 充分搅匀 慢慢来吧 我只要是平常 我可能直接就倒进去搅了 这次咱慢点 给他一次成功 这么多牛奶 都倒进去 有点像蛋挞叶 它不会是一个玩意吧 非常顺滑 最后来上二十克郎姆酒 再来点香草精 最少放 因为它贵 再来点 不是它贵 它味重 再给它们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给它过滤一下 OK 我看网上说 这个面糊要冷藏48小时 但是也有说可以直接烤的 我觉得我这个面糊做的挺成功的 咱就直接烤吧 模具里头刷上一层薄薄的黄油 然后把我们这个面糊倒进去 倒个七八分满就行 咱们少倒点 太多了把持不住 毕竟第一次做 感觉像蛋挞叶一样 但是也可以尝试多倒一点 对照实验组 有的少一点 有的多一点 送入烤箱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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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炉模式 230度 咱们先烤个20分钟 再转 190度 烤30分钟 看起来没失败吧 我们看 我给你倒出来看一下 然后要给他们冷却4分钟 让他们这个表壳变硬 OK 冷却结束 看一下怎么样 有没有这个懂可努力的 看我做的怎么样 我第一次做 这个肯定没做好 就是白头 然后而且它底下膨胀出来了 正常是它膨胀的时候 应该给拿出来 给它震回去 但是我忘了 忘了这部操作了 这两个烤的就不太好 它底下都烤出来了 因为这两个面糊到的多 其他4个我感觉是不错的 你们觉得呢 听听表皮的声音 是那种脆脆的 这4个外表我觉得成功了 等会要看一下内部结构 谁还不说了 切一个看看怎么样 里边 切这个吧 这个好看一点 看看里边怎么样 大空心 不对劲 大空心是不对劲的 它正常里边 这个气孔要分布均匀 它才对劲 这个不对的 是不是你的问题 再试一个别的 我听说这个很难 但是 又是大空心 怎么都是大空心呢 不不不 真得有一个成的吧 又是空心 就连长得最漂亮的 你也不是吗 那这两个失败品呢 它俩看着像失败品 其实里边是好的 这两个有点成功了 成功品 失败品 不足就是上面有点发白 然后底下有点多出来了 这个里边好像是成功的 软软的 那这一个白头的 应该也成功了吧 里边 这个一板 这有很大的气泡 做了六个 内馅成功了一个 这个成功率也太低了 要不然怎么这么贵呢 是吧 第一次做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起码有成功的 尝一下它的味道 但是这些也都能吃 自己做的可露力 被称之为什么 天使之灵 好吃的 外酥 我这不是很酥 里诺 表皮是一个焦糖口味 我这个冷却的时间不够 正常应该是更脆一点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但是味道真的挺好吃 外边是焦糖 里边其实就是卡式大酱的做法 你知道吧 怪不得外边怎么卖 十八十九一个呢 但是成功的这个还真的不错 妈 尝一下 这个是成功的 你尝这个吧 这个都空的 好吃吗 还挺好吃的 外头脆脆的 里头黏黏的 我们是看见是当零食 嚼着玩 皮好吃的 皮好吃 对呀 嚼皮吗 皮可以吃 皮可以吃 等我去外边买个正宗的给你尝一尝 你看看别人做的好 做的好的是啥 不是 OK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 关注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